由张彬彬、林依晨主演的电视剧《小女花不器》正在热播中 该剧改编庄庄的同名小说 虽然剧情故事有些老套 但凭借演员们尖丈的演技 依旧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剧中花不器喜欢的人是陈玉 而随着她来到诸府任祖归宗后 她的未婚夫东方石出现了 东方石是萧九凤的外孙 这桩婚姻便是萧九凤定下的 萧九凤是鬼谷的谷主 野心勃勃 她一心惦记着毕罗天的宝藏 而花不器正是开启毕罗天宝藏的钥匙 因此她从诸府下手 将花不器彻底地绑在自己的身边 而东方石并不知道花不器圣女的身份 花不器为人善良 性格古灵精怪 她的与众不同吸引了东方石 后来东方石渐渐地喜欢上她 随着陈玉也在此出现 两人并成了情敌 争夺花不器 陈玉见证过花不器的死 她对花不器的感情很深 而东方石也是真心对待花不器的 后来得知花不器圣女的身份后 多次对抗萧九凤 为了花不器 不惜跟整个家族做斗争 东方石表面上玩世不恭 实则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命运 东方石的身份跟皇室有关 她的存在就是为了夺取皇位 但她最后并没有成功 她最终的结局是为救花不器而死 在萧九凤要杀死花不器 得到碧罗天宝藏时 东方石为救花不器 被萧九凤一箭刺死 东方石最终这样的结局 真是太可惜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剧情继续期待更新吧